弟兄姊妹们 好 我的名字叫林立方 我的英文名叫Cupid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要讲一下 我在口舌的智慧上面的得着 我以前是一个脾气特别暴躁的人 然后经常骂人 是不问青红皂白 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对象的 就是想发火就发火 就是冲着谁都会乱枪扫射 就是你要是不小心经过都会被我喷死 就是很严重的那种 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心中充满了苦度 当我自己的心里面全部都是荆棘苦度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爱人 然后呢我的口舌就像一个双刃剑 既删到了别人也删到了我自己 经常会因为发王脾气就开始后悔 那没有办法 就是那样子 在经常去教会的过程当中 在姐妹的提醒下面 我也自发自觉的 发现说这样子不行 一定是我的问题 不然的话 虽然说别人可以惹我生气 但选择生气的人是我 要发脾气的人是我 就是口舌上面不对的是我 所以我要自己审视自己 要开始改变 所以那段时间呢 我就每天为自己的口舌来祷告 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 把我心中那团发怒的火拿走 如果你不愿意拿走的话 让他变得越来越小 你愿意拿走的话 请你把他彻彻底底的拿走 我不要这样子做一个 每天乱骂人的人 我也想要和和气气的 然后这样子祷告差不多 三个月的情况下面 我有跟自己的同事讲说 我现在正在为这一方面来祷告 那如果我要开始喷你们 每一次我就要发脾气之前 你知道我要开始骂你之前 请你帮助我 就是提醒我要祷告 然后这个过程有好几次 他们都有在提醒我要祷告 那其中一次比较严重的是 我的同事才刚过来 他就发现我不对劲了 然后我就刚要开始骂他 他说祷告 我说对对对 我祷告 然后我就转身 就是一个转身 一瞬间我就说了一句 神啊救我 我不要生气 就那一秒钟的时间 我转过身的时候 我全身从头到脚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系管都在扩张 就是那种突然间有一股力量 就冲到我的心里面 把我的心这样子 团团围住 就是很温暖很温暖的那种感觉 把我给化掉那种温暖 温暖到我感觉这个世界好美好啊 就是根本就是什么坏事都没有 我就开心到就是一下子 什么气都没有了 还还会充满爱那种 然后我就跑到 跑到外面去把那个 我刚才要骂的那个同事 直接抱住他 亲着他说谢谢他 这就是神的神奇之处 只要我们愿意悔改 他会给我们机会 并且会真的 真真正正的帮到我们 圣灵就是这样子在我们心中工作的 这是很神奇的一个经历 所以我想要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也能够坚持 然后这个口舌的智慧小组呢 我是从17年年底就开始参加的 他总共有12期 每一期有5周的内容 现在剧透了 总共有12期 所以你们要好好努力 然后呢我现在已经是第三轮了 我曾经就自己从头到尾 12期完成了一次 然后呢又带了一个小组 从第一期到中间第十几期 十来期左右才停掉 然后现在是我的第三轮 第三轮 我以为说 大家会以为说我已经两轮了 那口舌的智慧已经学的差不多 对不对 不是哦 这可是一辈子的功课 我发现神已经告诉我了 你以前你的口舌是负分数 现在呢你顶多是把负分给搬回来的 你现在是零 你你现在要往正数的方向去发展 也就是说我除了 就是从前我是骂人 想怎么骂就怎么骂的那种 然后口舌特别的特别的不好 然后我我现在要做的是 摒弃掉过去以前所有的不好的东西之外 我还要加上 特别好听的话 讲给人听 也就是容神一人的话 不要发脾气 而且还要用温柔 有爱心 诚实的来讲话 这个要求太大了 真的太大了 我在我跟我老公吵架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 我老公对我要求特别高 尤其是在口舌这方面 有一天我就看到 孩子们跟他一起在客厅里面吃东西 那吃的满地上都是碎屑 那我在洗网的过程当中 过来看了一眼 我就说了一句 You guys made a mess 然后我就离开了 那我的原因是想说 提醒你们一下 你们现在弄得很脏 要不要帮我收拾一下 结果我老公跟我讲说 你那样子说话很难听 你伤到我了 Oh my gosh 我能怎么办 我还没有开口骂他 他就说我已经很 就是很不好 已经伤到他了 还有一次就是 我女儿在吵说 要把电视的音量调高 然后他就在里面调 但是他调到错误的频道 或怎样的 然后我就看到了 我就很急 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哭 我就说了一句 What are you doing? 然后我就开始动手 帮他调 结果我老公又发疯了 说我那句话又伤到他了 他说 I don't need this kind of negativity in my life 就直接跟我讲说 你说话怎么那么负面 我不要让孩子们听到 一天到晚 听到都是负面的话 我要正面的 你要乐观 你要开心 你不可以沮丧 你不可以 就是 突然间焦躁之类的 我说Oh my gosh 这是神对我的要求 还是他对我的要求 我刚开始 我无法接受 我想说每个人都有脾气 每个人都有焦躁的时候 我就这么说一句 你都不行 但是神竟然 就是 说起来真的是 除了圣灵 没有人可以说我 我老公说我的时候很不服气 虽然说嘴巴上说Sorry 我心里很不爽 但是我就警告自己 不可以对他不爽 我要自己好好的祷告 我求圣灵来告诉我 然后圣灵就跟我讲说 你的确是有这个问题啊 你的确没有很乐观啊 你的确没有很积极向上啊 你的确没有很喜乐啊 我说哇 我 这要求也太高了吧 那好吧 我那我只能下定决心 好好努力了 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第三次参加 口舌的智慧了 所以我会跟大家一起努力 从今往后往最好的方向 直奔前进 OK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拜拜